我们在座的亚迦达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小弟非常高兴 能够过了二十多年 再一次再回到亚迦达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真理 在这边因为教会希望我用经卷来分享 那我就用雅各书 大概用五节的时间把它分享 那昨天晚上已经大列 先检查这个亚迦达教会到底在写什么 然后已经讲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 它等于是亚迦达教会的一个总纲 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 神他按照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来生我们 我们每一个信而受洗的人都是被真道所生的人 也就是神借着基督重新造人的意思 那神用真道生我们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要让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成为一个出手的果子 因为出手的果子是最能荣耀神的 那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学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学到这个地方 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学到这个地方 要听到在行道 那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学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学到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开箱了 也应该是一番 olmством 那他在并且响发露了 那也在肯定里面襄了 那已经在开心 那她是一样的 那麦她的前面 那他们是一样进去 或者也在做什么 或者是一样好的 那她是一样的 那wig谁谁知那些大利亚 那两者是一样的 然后她讲不 solo 所以不是只是альную来听到 就ели完蛋了 但真的 那一样是一样的 已他们正在一起 或者是一样的 而 fest 这一段 最重要是要告诉我们 怎么样做 才能够成为 神所造万物中的出手果子 第一步就是要 纯温柔的心 来领受 所在种的道 就是21节所讲的 那领受所在种的道 原文的意思说 那个道 已经在种在我们心中 什么时候在种在我们心中的 就是你相信的时候 然后 你接受受罪的 实力的当下 神就把这个真道 在种在我们心中 当我们吸引起来 其实是一个 从圣灵 从今以后 基督就活在 我们的心中 所以才说 这个真道已经 在种在我们心中 但是这还不够 还要继续来领受 领受的目的就是 让神的话 能豐富的存在 我们心中 那我们领受的 态度就是要用 温柔的心来领受 为什么要用 温柔的心领受呢 因为 神的意 都不是在 血气当中成就的 所以你看 他十九节 二十节就叫我们 要那个 快快听 慢慢说 慢慢动怒 快快听的意思就是 要听清楚 然后呢 听清楚以后 才慢慢讲出来 因为 你如果 急速发言的时候 常常会 会有讲出 不恰当的话 那这些不恰当的话 就会成为 人际关系的一个 破坏的因素 perkataan yang tidak tepat dikatakan bisa mempengaruhi hubungan antarmanusia 原来 两个是好朋友 突然一句话 大家就翻臉了 tadinya sahabat baik karena satu perkataan sehingga akhirnya menjadi saling bermusuhan 所以慢慢说 就是叫我们 要三思 思考完 然后再 讲出来 所以 lambat untuk berkata-kata dipikirkan dulu dengan baik baru dikatakan 慢慢动 dan juga lambat untuk marah saat kita ketemu dengan hal yang tidak menyenangkan hati jangan langsung kita marah langsung reaksi tindakan kita akan merusak hubungan antarmanusia 而且 神的意 都不是 在怒气 中 来成就 的 最好的 例子 当 冰冰 在 柯西 马林 要抓 耶稣 的时候 比都 非常 生气 因为 他觉得 他的主 是这么 好的 一个人 怎么可以 被当成 罪犯 然后 他 刀子 拔起来 就把 大祭司 的 仆人 马肉 都把他 摔下来 主耶稣 把他 撞起来 又把他 撞回去 然后 跟别人说 说刀 入枪 动刀的 必死在刀下 接下来 他跟别人说 难道 我不能 求我的父亲 拔所有 赢的 天使来吗 所有赢的 天使 大概 六千年 他 当然 可以 但 主耶稣 跟别人 讲 如果这样 神的主意 怎么成就 呢 所以我们 人生 在人生 里面 有时候 有些事情 不可以 随便 动怒 尤其 在教会 事奉 当下 大家 父为 肢体 一起 在 互动 服事 神 如果 你 急速 动怒 的话 你会发现说 当下的 关系就 破坏掉了 我们 会发现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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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掉了 或许 你会认识说 我是为神 发怒气 但 神的 意 不是 藏着 这样的 动作 可以成就的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你想要 生命 成为一个 出手的果子 一定要 存温柔的心 来领受 那所在种的道 因为主耶稣的形象 那就是 如何 我们预备一个 如何的心 你在读圣经 你发现说 圣灵 很乐意 当老师 教导我们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绝对不会是 充满那种 情绪不稳的 当下在读 当下在读圣经 我们在读圣经 都要用温柔的心 把领受神的话 那这个道 是能救我们 灵魂的道 但是 当我们 豐富的领受 进来以后 还要做一个动作 还要做一个动作 我说这些所讲的 要行道 如果 你光是 领受神的话 我们在读圣经 你读圣经 包括 现在 在听道 但是 你领受的道 你不把它 实践 行道的意思就是说 实践在生活里面 那这个道对我们来讲 不够是一个 圣经知识 或是说 一般人讲的 随问 对我们生命 一点帮助都没有 顶多可以向 同龄宣要说 你看 我圣经 圣经的知识 这么豐富 你看看 我到底这么认识 讲台上 讲一句话 我就知道 他在下面 要讲什么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道 不是要让我们 成为谁问的 不是要让我们 向人炫耀的 它是要 改变我们的 内在生命的 这样才能 救我们的灵魂 所以 Yaakob 为了让我们 理解 这样的一个道理 他就举一个例子 说 我们如果光听到 不行到 就好像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一定 一定要照镜子 对不对 因为你要打扮 要梳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 要打扮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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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早上起来 一照镜子 我脸上 怎么有 有 那个 污电呢 怎么那么 脏呢 那 照完以后 你都没有 采取动作 去把那些 脏的东西 把它 抹掉 setelah melihat cermin Anda tidak bertindak untuk menghapus kotoran itu 那你 这样 照镜子的 动作 对你有什么 帮助呢 所以 当你看到 这个脏的东西 的时候 你要 想办法 把它擦掉 擦脸上的 半点 脏东西 比较容易 lebih mudah kita membersihkan muka kita yang kotor handuk dibasahin kemudian dengan sekuat tenaga dilap bersih 擦灵 的 脏 的东西 就比较 困难 我们听到 道理 知道说 道理 告诉我们 不要 随便 生气 不要 嫉妒别人 不要 因为 物质 的事情 来 恨别人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你会发现 说 想要 做 很难 为什么 因为 很耿 在我们中间 是一个 肉体的情欲 我想 照着神的道 去把它实践 可是我内在的 肉体 恶欲 告诉我 不要 好比说 我们明明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 要完全 受免别人 要什么 完全 受免别人 受免 Firman 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 那就是 肉体情欲 一直在阻挡你 那怎么办 你 要跪下来 向主 爱求 跟主 说 主啊 我很软弱 你的道理 我了解 我知道 可是我发现 我要时间 在生活里面 我实在做不到 最简单的 夫妻相爱 圣经明明 告诉我们 夫妻是一体的 可是 因为一体 所以相处的时间 就很长 你有什么缺点 他看得很清楚 那夫妻不会像外人 装一装 没关系 没事 不会 夫妻又来 有时候 很直接就反映出来 如果 相处 直接 发现 一而在 再而三 有时候 感情就会 破裂 我们知道 圣经说 我要 用基督 完全的爱 去包容 瘡瘡瘡瘡 但是我 我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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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神所述的圣灵 是在我们心中用刀保卫书 保卫书的意思就是顾问帮助者 那你会发现说 你越仰望他 他就越愿意帮助你 那你如果只是把它当成祷告 如果 saudara hanya beranggap asal berbunyi waktu doa suaranya 然后心里人自我安慰说 我多久有望了 圣灵他就站在旁边 看你自己去怎么够生活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靠圣灵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十六节 《加拉太书》第五章 berlawanan dengan keinginan roh dan keinginan roh berlawanan dengan keinginan daging karena keduanya bertentangan sehingga kamu setiap kali tidak melakukan apa yang kamu kehendaki 你看这边就教我们 要靠圣灵跟情欲相争 disini mengajarkan kepada kita bersandar roh kudus kita berlawanan dengan keinginan daging 因为情欲一直阻挡我们 让我们能够按神的主意去生活 让我们如果仰望神靠圣灵 圣灵就会把情欲致死 我们在说灵修就是这个工程 那 inilah yang dikatakan pekerjaan penyempuran rohani 你看24 mari kita lihat ayat24 kitab Galatia 5 ayat24 ayat24 barang siapa menjadi milik Kristus Yesus ia telah menyalipkan daging dengan segala hawa nafsu dan keinginannya 我们靠圣灵跟情欲相争 到最后 一定要把情欲 定死在十字架上 kita bersandar roh kudus kita berlawanan dengan keinginan daging pada saatnya kita pasti akan menang 那是一种决心 ini suatu ketekatan 靠着基督的圣灵的力量 能够把这个肉体的情欲致死 bersandarkan roh kudus dan kekuatan dari Kristus bisa mematikan keinginan daging 那你情欲致死的时候 圣灵的果子 才会一颗一颗的 结束来 keinginan daging ini sudah dimatikan barulah buah roh kudus itu satu persatu akan bisa dibuahkan dihasilkan 最后达到 我活着就是基督 pada akhirnya mencapai aku hidup adalah Kristus 因为基督已经成行 在我心中 karena Kristus sudah tergenapi di dalam hatiku 那这个是 最荣耀的生命 ini adalah hidup yang sangat mulia 也就是 神拣选 我们的目的 itu tujuan Allah memilih kita supaya kita menjadi buah yang sulung 那翻回来 Yaakobus kita kembali melihat kitab Yaakobus 所以 当我们 听到 知道 灵魂的 软肉的 地方的时候 saat kita mendengar firman kita tahu kelemahan roh 我们一定要 靠圣灵 kita harus 做些软肉 一一致 bersandar roh kudus satu persatu kelemahan itu dilawan dikalahkan 把神的道 一项一项 的 实践 在我们 生活里面 firman Tuhan satu persatu kita jalankan di dalam kehidupan sehari hari pada saat kita lakukan 你就 得到福 kita akan mendapatkan berkat 你看 二十五节 最后面 ayat dua puluh lima bagian terakhir mengatakan 说 这个人 既然 不是 听了 就 忘 乃是 实在 把他 行 出来 orang ini setelah mendengar bukan hanya melupakan tetapi dilakukan maka dia akan mendapat berkat dari apa yang dilakukannya melakukan firman ini adalah suatu perintah yang ada janji 你在什么 地方 照道 你 把他 生活 你就 得到 什么 样 的 好比说 夫妻 比主相爱 contoh suami istri saling mengasihi maka anda akan mendapatkan hidup berbahagia dengan pasanganmu istrimu seumur hidupmu 就是 神 给人 在 日光 之下 为善 为美 的生活 di bawah hidup di bawah matahari ini adalah suatu hal yang Tuhan berikan suatu keindahan d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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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hidupan kita dan 你 如果 不在 夫妻 之间 实践 彼此相爱 kalau suami istri tidak saling mengasihi nah 家庭 对你 来 讲 就是 冷冻 khu keluarga ini menjadi suatu tempat yang sangat dingin berkuk 太太 夫妻 对你 来 讲 就是 同居 人 hanya sebagai teman hidup bersama 最后 搞不好 变成 从 冷冻 变成 火药 变成 什么 火药 火药 爆炸 就把家庭 毁坏掉 夫妻的感情 毁坏 影响到 你的儿女 所以 一定要 照道理 宿建 来 untuk mendapatkan janji yang Tuhan berikan terbahagiaan 那 26节 27节 他就是 告诉我们 一个真实的 信心 他 举三个 例子 要表现在 这三个 例子 上面 第一个 要 留住 自己的 手头 才能 才能 表示 我们 是 一个 虚诚人 如果 你 信 主 但是 不会 握住 自己的 手头 他 这边 讲 你的 虚诚是 虚的 第二个 要 看顾 犯弹中的 孤儿 寡妇 圣经常常用 孤儿 跟寡妇 来代表 世上 最无助的人 如果 你连这个都可以做的话就表示你爱人如己 如果 你能够做这些 就表示你爱人如己 那第三个 要保守自己 不干燃事实 简单的讲 世界的 空气 你不要 沾 特别是指 思想 观念 好 那 雅各书 为了要说明这三项 他就 主要内容 就 来 来讲这三项 第二章 就是讲到 爱人如己 第三章 第一章 到十二章 就是讲 要 留住自己的手头 然后 第三章 所以 所以你在读 雅各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一直在强调 这个 要把 行 那个 道理 在生活 来表归 来表归 我们对神的信心 是真实的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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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信仰 我们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那是第一章 那我们就进入第二章 第二章最主要就告诉我们要爱人无几 我们先读第一章到十三章 我们先读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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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章最主要叫我们要爱人无几 我们先读第一章 可是人性的软弱 因为人都看外表 我们先读第一章 我们先读第一章 好比说 我们先读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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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十六节就说 我们先读第一章 没有人爱你 我们先读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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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都是受会底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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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为的 耶稣说没有人爱你 我来爱你 社会上流阶层的人 没有人要信他 今天我们末日 末世的真耶稣教会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你知道吗 我们末世的真耶稣教会 其实很多都是走投无路的人来信的 就像小弟 我是大学三年级 生肾脏病 病得快死 我如果不是这样 你叫我来信耶稣 怎么可能 但是我的同学 传呼应给我 叫我到真耶稣教会 找全能的大医生 感谢主 我靠着祷告 主耶稣让我活到现在 已经这几年了 我1980年5月18号受洗 我当年1980年5月18号受洗 我当年144年了 我当年44年了 靠着主在活 我生活 我每次一想到这样 我就说 我们的神 祂的爱 是长寇高深的 那既然我们得到这份 这份的爱 我们应该把它活出来 要跳脱人性的软肉 不要看重外表 反而要像保罗在罗马书 12章17节所讲的 叫我们不要自弃高大 反而要辅助卑微 辅助就是主动 亲近卑微的人 亲近卑微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得到真神的爱的人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10分钟好了 10分钟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